好 另外一头来 跟日本相关的 我让韩冰一起讲调 包括了钓鱼岛 果然嘛 刚南海 好像东海钓鱼岛 这个日本最近也很积极 要建造一个史上最大的巡逻船 200米长 27米宽 3万顿 它可以搭载三架直升机 然后呢 可以运送1000多人等等 2029年就要投放在钓鱼岛周边 韩冰 其实NHK这个新闻 当然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那NHK为了避免 现在这种状况 所以它现在全部改成预录制 对 22秒下坏NHK 它就是要避免这种 失控的状况产生 那当然我不认为它是卧底 它应该就是在那边工作而已 因为它其实是NHK 长期的外包的这样的一个员工 那我觉得它大概就是 当时突然之间就觉得说 长期以来它自己 压抑的这种心情 忍不住了 对 忍不住就是蹦出来 那蹦出来 当然它自己也必须要 去面对这个后果 那你说会不会造成 以后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华人 至少在NHK这边 恐怕它会尽量避免使用华人 我觉得会 真的会 真的会 你不要讲日本 其实我觉得韩国也会 都会 大家看到了以后 都会了 周边有矛盾的国家 这些大机构 特别是像NHK那种 国营电视台 真的不太敢 因为NHK的压力也是很大 因为他们也被骂翻了 真的 直播 对 你是 我们纳税前弄了这个东西 结果你们用这样的员工 去讲这样的话 那当然这是站在日本的立场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你记不记得 刚开始第一时间新闻的时候 就讲 他讲了一句话 钓鱼岛 后来才发现 只有22秒 他一股脑 钓鱼岛 731 南京大毒沙 一股脑全部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 积压了很久了 他就在那一瞬间 就是直接把他全部蹦出来 那蹦出来 我是觉得大家也不用太为他担心 因为我相信他回到大陆的时候 会很多单位会over他工作 所有网民都是这个看法 回中国还怕少工作吗 是啊 所以我觉得 而且其实人家是有专长的 他至少会日语会中文 对不对 中国大陆也需要一些日语的人才 而且我觉得他能够去到日本去 然后在那边工作这么久 他已经累积了很多相关的才能 所以我觉得 大陆这边也一定用得上他 也不用太为他担心 但我不相信他是卧底 卧底的话 他就绝对不能讲这个东西 你要继续卧底下去 你怎么能够 卧底这样子就不合格 绝对不能冲动 那至于说钓鱼岛附近 老实讲 大陆在钓鱼岛附近 真的给日本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大陆你看他们统计 一年365天 他不知道三百 不知道几天都在那个地方 只有几天没有在内 好像十天左右没有在内出现 所以你对日本来讲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钓鱼岛那个地方 离日本比大陆还远 离日本的本土来讲 其实距离还远 所以对日本来讲他很苦恼 那大陆我们也知道 就是大陆在西太平洋这个地方 因为他的船舰的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他不管是海军也好 甚至正式的军舰也好 他在那边巡逻是很容易的 那日本要分多少的力量在这附近 不要忘了日本现在又因为配合美国关系 他得罪俄罗斯 最近俄罗斯没事也在他北方之导 那附近转来转去 所以他变成他南北都要顾 然后他跟韩国现在虽然情况 看起来好像比较好 什么时候会突然翻脸也没人知道 因为他们还是有独岛的纠纷 所以他必须要分好几个地方去守 日本他不增加海巡的预算他没辙 但是日本说现在要去建这个 三万顿 三万顿 三万顿基本上我觉得 他已经在建两栖登陆建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大概只比他的出云号小一点点 所以三万顿建好之后 会改变这边的态势吗 不会 因为你很大 对没有错 你在那边你可以运用你有直升机 但是你在大也没有中国大陆大 他这种类型的船好几艘 那你如果这样 大家来做这种军备竞赛的话 你相信我相信 大陆很快大家也会见 那你确定要不这样玩下去吗 我个人是觉得 日本跟菲律宾都一样 应该要透过协商解决问题 而不是用这种竞争 竞争下去他们讨不到什么便宜 我要补充一下 现在很多国家也没有正面 愿意正面开仗 对啊 就是灰色手段 灰色手段就是海警船 看起来我没有什么重装武器 但我个子大 我们要创船的话 你就看到我是有点害怕 船大嘛 这个水枪也比较足 征询的范围有直升机也比较远 所以这个你看现在都很多国家在 以前二次大弹以前 不爽了就开打吧 很少用这些什么Costco 什么这些没有啊 现在就说大家知道打仗划不来 能不打最好不打 不打又不行 像钓鱼台我跟你讲 连个包谷都种不出来 那根本就是一个海上一块石头 就好像你家那个种田有个田界 我把它移过来 你把它移过去 那是我的 那是你的 在那些草 所以这个东西 刚刚还没讲得很清楚 我来得比较近 我比较省钱 我天天围着你 你能怎样 而且日本要应付的这些蛮多的 独岛也是 钓鱼台也是 北方四岛也是 所以现在这个建计的目标 正规军要花钱 灰色作战的也要花钱 因为灰色作战包很多 人家给你搞颜色革命 你就要搞维安 对不对 这个花的钱不少 各位大家都不知道 大陆的维安军费 跟国防军费差不多 你就可以想象 那日本现在不是一样吗 它要培养这个 灰色地带的处理问题 它要投资 它不投资怎么去 好 我们讲到这个南海也好 讲到这个日本也好 都跟稍后这个 讲到沙利文 跟王毅见面脱不了关系 所以先把它丢出来 大家有个大背景 好 还有一个 之前闹得很大 我问一下寒冰 记不记得那个NHK的 中国籍的这个播音员 在这个播报的时候 脱稿演出 有没有 钓鱼岛是中国的 总共22秒 他还不止讲了这些 一股脑全部都讲了 什么731部队 威安妇 南京大屠杀 把那个历史的仇恨 压击在他心里面的 不土不快 挺身而出 那大家都很关心他 他在被解雇之后呢 他已经回到了云南老家 开通了微博 发生人在祖国 然后这个 这个网上也嗨起来了 说播音员找到了 他叫林田 是中国籍 来有一张图对不对 导播来把他这个调查 给大家看一下 他在微博上的名字 叫做树语Tree Talk 然后你看到他这个是 他这个生日 写1945年8月15号 这一天是二战的 日本投降日 所以应该是个 蛮故意的 对吧 然后下面有 然后他的留言 人在祖国 归零 直牙归零了嘛 归零 归来 平安 悟念 在NHK工作22年 因为22秒的真心化 而被解雇 相信明明周呢 有股力量 不回应 一切都已经浓缩在 这22秒当中 包括所有的真实和真相 过去现在乃至未来 既然选择挺身而出 必定坦然面对 所以被解雇呢 就是坦然面对 然后有拍他 有没有 坐飞机离开时候的 一个夜景的一个画面 人在祖国 那他的IP位置呢 是在云南 不知道是不是 回云南老家去 那但是你发现很有趣 下面的这个网友 这个留言 有挺他的 挺他当然就 欢迎英雄回来了 之前是去日本卧底吗 你去卧底了22年 现在才浮出吗 那当然也有人讲嘛 说你爽了啦 你害惨了那些 海外的华人 以后可以 还敢雇佣中国籍的员工吗 以后谁还敢录用啊 等等之类的 我听到你打招了这个 那就是 我听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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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你 我听到你 我听到你 从你 这些人 你听到我 我听到你 我听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